这里是四川琼来市 我现在是在琼来市的稻佐乡 以前叫稻佐乡 现在这里叫林济镇 因为稻佐乡和林济镇合并了 在我身旁的这条河流 叫白沫河 是这里的主要的一条河流 河的对面 那里就是稻佐乡 老的长镇的位置 今天我主要就是带朋友们 到这里老的长镇上去看一看 在深山中的这一座老的长镇 近一两天这里下雨了 所以说河里的水都比较浑浊 稻佐乡的建长时间 大概是在清朝的雍镇年间 到现在也有将近三百来年的时间了 所以在这个山沟里面 山野小镇也显得古葡 小长镇的得名 是因为在这里有一座古寺而得名的 这一座桥梁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座桥梁 走过来耍水也很不错 水量不大的时候 从桥过来这里就是老长镇 老长镇有新的味道 也有古葡萄的味道 这条街叫东街 不敢行的时候 小的香肠就显得比较安静 这一栋老的木架房 青瓦房 是老街上的一处亮点 街道的门头 基本上都有过大灶 台子街 台子街也是小香肠上一个比较有记忆的名字 因为在这里曾经有一个台子吧 也就是过去人们集会唱戏的一个地方 但是现在这里已经见不到台子吧的影子了 有味道的街雅 两层楼的木架房 现在已经没有人居住了 或许已经成为了危法 巷子中的安静是老人们的天堂 好有纹笔的一栋老房 主街旁边的小巷子 串起了老城镇的骨架 小镇的布局和其他小镇布局基本上都差不多 东南西北四条街 就在这个位置会合 我们刚刚走过来的那条街叫东街 现在我们正对面的对面是北街 我身后的这条街是南街 上面的这条街叫西街 四条街就在这个位置会合 到左这个小长镇 地理位置也挺特别 四周是山 在这山的下面 这里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平坝 相当于一个盆地之类 长镇就在这个盆地之上 所以说这一处位置 相对来说在山区里面 还是比较特别的 小镇上居民休闲娱乐的一个小广场 道座 虽然说是一个有近三百年历史的老长镇 但在街上老建筑是很少的 从外观上看 更多的是已经经过了打造 不知道是不是拆迁重建 还是只是在外面做了一个景观的打造 老长镇总有厚重历史的符号 在西街上 这里就有一座古寺庙 老长镇的得名 也就是因为这一座古寺庙 西街的尽头 这里有一座小的石桥 这里就是曾经西街 道座西门上的一个场口 在小桥的对面 那里是一座寺庙 也是道座街上唯一的一座寺庙 道座长镇名城的游览 就和这座寺庙有关 这座寺庙的名字叫三教寺 山门不大 门前的这两座石狮也比较新 但看起来比较威武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 寺庙的规模不大 很有味道啊 各种假山和花听景奏 也挺繁盛 四中的建筑 谈不上宏大 与这里的居民房屋很相像 更像是这里居民居住的房屋 小庙 小庙 有小庙的气息 鲜气飘飘啊 看看这样的环境 更像是这里居民居住的房屋 像是一个精美的微型花园 没有禅音缭绕 倒是多了几分浓浓的生活气息 整座寺庙 整座寺庙里面的电雨 很紧奏 四中的电雨不多 佛像倒是挺多的 主电 只有这么一栋 在这里更让我惊喜的是这里的环境 环境 小镇不敢急的时候现在很宁静 特别是位于西街的那一座寺庙 可谓是别有洞天 虽然规模不小 但是到那里面去 对它的小的环境所感染了 可谓是小而惊 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